文貴大學 站在這裡其實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我們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政黨 不過我跟大家講最近民調 其實 你會覺得說游英龍做那個倒立對不對 我看他們今天公布是政黨支持度是 23比21比20 其實我跟你講我在選完以後 台北市政府 演考會也有做過民調 他做的16比14比12 因為大概差不多一半是認為他不表態 或是說他不屬於哪一個政黨 所以比16比14比12 或者是23比21比20 其實這樣啦不過我們還是要很務實的面對就是說 表面上看起來幾乎已經三足鼎立 但是民進黨的黨員數大概是25萬 我們只有8千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全台灣的民調支持度有一點虛胖 但是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今天那個哈勾大學的慧真慶研究中心有來我們中央黨部訪問 他也問到一個題目 他說民眾黨跟有沒有什麼特別 當然我跟他講兩點嘛 第一點就是說 台灣民眾黨跟國民兩黨當然是有很大的區隔 就是說國民兩黨他們表面上是用統獨在做區隔嘛 但是在現階段你知道台灣既不可能同也不可能獨 所以那個統獨的爭議坦白講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我有聽到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他們是為了30年後的目標在努力 我說那你們把30年後的選票投給國民黨跟民進黨 把你現在投票投給台灣民眾黨好不好 所以我說我們台灣民眾黨跟國民兩黨一個很大不同點 我們還是一個很多政治理念跟他不一樣 比方說財政紀律 他們就不會去考慮這樣 正直誠信也不在他們的智聯裡面也沒有這個 然後那個青年勤政你知道 是我們實現的不是民進黨 然後我們不因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因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不要因為少數的利益犧牲多數的利益 這個我們在很多執政上面 我們真的是有做到 我想看看相對我們那個大巨蛋 我也不曉得到底真凶是蘇貞昌還是徐國勇 反正大巨蛋就被卡在那裡 可是你看看我當台北市長 我有去卡過什麼減蘇培或者是 王世堅的一些那些陳情安安 沒有啊 這就是政治價值的不同 第一點 所以說我們相對於國民兩黨 我們是一個有很特殊政治價值的一個 一個政黨 還有一點我們非常強調執行力 公費半部就沒效了 還是要做比較重要 那另外一點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成立到現在 差不多三年半 這三年半當中 你知道 你去看那個 我們就把所有的民調做起來 做一個綜合 你知道 其實我們民調是慢慢在上升 我們在兩年前 哪有什麼20%不可能 但是7%6%這樣 其實這三年半當中 他民眾黨的民調是慢慢在上升 這相對於新民黨 新黨時代力量和台聯 他們是成立那天最高 然後慢慢掉下去 這不同點在哪裡 我要跟大家講 認真是一種文化 其實每天早上7點半準時上班 他很多人看起來說奇怪 政治不應當是這樣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認真是一種文化 就是說你很認真的做事 為什麼我們在過去三年半當中 臺灣民眾黨慢慢一直在成長 因為我們就是慢慢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慢慢的 我們那個縣市黨部就一個一個慢慢的開 所以在這三年半當中 其實我們的力量是慢慢在擴大 而且很重要一點是這樣 我們在擴大過程當中 你知道嗎 我們也不會要求說 為了擴大而擴大 所以我們在擴大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還是相當堅持我們的政治價值 沒有被稀釋掉 我想是我們這個 這跟其他兩黨不一樣 就是我們為了說要擴大就是 價值都放棄 所以要跟大家講說 第一點我們跟國民黨民進黨是有政治價值的不同 第二點 我們相對那一些 過去20年在臺灣政壇出現又消失的一些政黨來講 我們是比較認真的 我們比較腳踏實地 我們比較一步一步一直在擴大 那希望在未來的時間你知道 我們慢慢把這種精神一步一步擴大 當然最重要的目的還是那個 不是為了政黨而政黨 也不是為了從政而從政 真正的目標還是要說 臺灣因為由我們變得更好 這才是最重要 老百姓過好一點的生活 這社會比較和諧比較安樂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不要把當選當作唯一的目標 當選只是個手段 真正的目標是當選以後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服務 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 這才是目標 所以今天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謝謝各位志工的幫忙 那將來在未來的時間 也希望透過你們 再去招募更多的志工 然後透過每個人 我每次強調A的人次方 A大一 A的人次方就五千大 每個人多做一點 一步一步的把這個社會改進 那我們當然 我們現在已經跟那個 已經幾乎到了三強鼎立的階段 你知道嗎 那當然 要變成臺灣第一大黨 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